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2023年12月30号 北京又有三条地铁线段开通 分别是17号线北段 16号线盛宇段及苏罗街站 11号线西段盛宇段 随市新开线段 上午九时许 记得在17号线北段太阳宫站看到 仍有不少人前来打卡拍照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咱们北京的地铁嘛 然后我就在网上看见说 今天开 我早上就坐公交过来 早上我们坐手办车4点40 从西亚装车辆段出发 到这边来的 我们是这个车辆制作厂 作为制造房我们就非常自豪 接着说这个车 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在新开通的三条地铁线段中 17号线北段全长24.9公里 设有未来科学城北 工人体育场等10座车站 串联了昌平朝阳两个行政区 初步测算 从未来科学城北站到工体站 全程只需31分钟 北七家 天通院 北院等重点居住区的居民将获益 17号线北段 从我们目前的这个客流情况 我们从目前的估算来看呢 它的日平均客流是15.8万人次 那么从我们的行车的安排来讲呢 我们现在早高峰 我们平日的早高峰 我们是六分的间隔 那么平峰和晚高峰 以及双休日 我们都采用了单一的大交路 也就是说跑大圈 从这个未来科学城北 单一跑到这个工人体育场 我们采取的是八分钟的行车间隔 据介绍 新开通的这三条地点线段 运营里程共计29公里 至此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 达到836公里 跃居全国第一 今天17号线北段 16号线剩余段及苏州街站 11号线西段剩余段开通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 路往运营里程 由807公里增加到836公里 车站数量由477座增加到490座 换乘站由81座增加到83座 新线段的开通 对致密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路往 方便市民出行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和带动区域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直播间公司 5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偶然是一期的 本日是从本身上 神县